过去我曾拍过投资理财的关键教训 里面的第一个教训是 你不如市场聪明 这个听起来很刺耳不好听 然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讯息 可以帮助我们在投资甚至事业上 都可以因此获益哦 嗨你好我是小饭 这部影片我想和你聊聊 自己不如市场聪明 反而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会用简单科学又有趣的理论 来一步一步说明这个现象 再带出来我们要如何运用它 我相信会让看完这部影片的你会有所收获 首先我们先聊聊第一个 自信程度的科学研究 其实这样的科学研究真的不少 那我这里讲其中一个 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 英文叫做Dunning-Kruger Effect 简称邓克效应或者是达克效应 也有人称为井蛙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井底之蛙 根据Wiki上面的资料是 Dunning跟Kruger在1999年 他实验里观测到这种认知的偏差 他们透过人们对于阅读 驾驶下棋 或者是打网球等等 各种技能的研究 他发现了四种特性 第一个对于特定任务不熟练的人 他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准 但是他们的自我能力的评估 仍然会低于那种能力强的人 第二个对于特定任务不熟练的人 他不能真正认识到 其他有技能专家他的真正的水准 第三个对于特定任务不熟练的人 他无法认知去正视自身的不足 而且不足和认识的差别是更大的 第四个如果对于特定任务不熟练的人 你能够经过恰当的训练 大幅度提高能力水准的时候 他最终就会认知到 并且承认他们之前的无能程度 这个很难了解吗 没有关系 我来用这张图来说明 这张图的下面的横轴呢 代表能力的排名 月向右边就代表 在这整个群体中的能力呢 他是排名比较好的 那左边这个横轴呢 就代表真实能力的分数 比方说下棋好了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职业棋手 那我的能力就会胜过大部分的人 那我的排名就会偏右 同时我的棋力当然也会比较强嘛 那我的能力分数也会慢慢偏高 因此我就会在右上方 那同理的如果我很少下棋 我甚至不会下 我刚学会 那我的棋力在全体的排名 一定是偏左比较低的嘛 那我的真实棋力的分数呢 也会比较低而往下 于是我就会在左下方 所以大家群体的实际能力 就会像图中的红线 会形成一个由左下到右上的线 这个研究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做出了每一种类型的人 他的自评能力分数是绿色的线 我们就发现图中最左边的那一区 是真实能力越差的 那他的真实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差距就越大 你可以看到图中最左边的那一区 这个绿红两线的差别是最大的 反而是能力好的 也就是图中最右边的那一区 这个绿红两线的差别很小 甚至比较有可能因为太过谦虚 真实能力大过制品的能力 而且差距不会很大 我们再用下棋的例子来说好了 这意思代表职业棋手他会说我其实没有很厉害 我只是会赢大部分的人而已 实际上他真的是高手 那从图上来看 这个认知和真实能力的差别其实不大 那相反的 如果我是一个刚学会下棋的菜鸡好了 这个时候如果问我 我要是和高手挑战可以撑多久 我可能还会不自量力的说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站个30分钟吧 那其实我可能根本只能撑个2分钟我就输了 而这个认知的差别就如同这张图的最左边 就非常非常的大 这种人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而这种现象在人的很多方面都会展现出来 好 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现象还有这张图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二个 投资上的启示 投资这件事情啊 透过在人类的历史 还有对于原始部落的观察 已经证明投资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从后天学来的 每个人都是从能力零分开始 而这个频道已经不知道拍了多少影片告诉大家 我们大部分人的投资能力 都不在这张图的右上方 甚至大部分有职业操盘手的基金或ETF也不在右上方 我承认我也曾经有过迷之自信 在菜鸡时代因为赚了很多钱 以为我自己在投资的右上角了 其实我还是在左边 最后呢 我就在左边挣扎了要十年 当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到最右边的位置的时候 我才豁然开朗 我为什么不停在最右边的左边一点点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用指数化投资来做就到得了的位置 只要用每股ETF来执行 我一年花不到两个小时 却都胜过我之前辛辛苦苦搞了老半天 投资成果却永远都在左边的那种程度 而且我觉得这张图还有一个蛮真实的地方 就是历史已经说明了 它真的就是在最右边 然后往左大概15%左右 它可以赢过大约85%的群体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部影片 而还没有开始使用本频道建议的理财做法 希望未来开始有超过85%群体的投资成果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我相信绝对会让你不在投资成绩这件事情上 还停留在最差的左边那个位置 而且甚至在最右边的那位股神巴菲特 他也是劝大家用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来投资 然后乖乖去上班工作 最后我想以这个理论来聊聊第三个 事业上的启示 投资总是要本金 如果不是一个含金汤匙出身的人 你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跟工作 甚至自己的副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你才能做投资 那通常能力越好 收入当然就会越高嘛 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在本业上的能力 要尽量向途中的右边走 没有错吧 那么我要怎么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成熟的产业 你当然可以参考前辈啦 看得到你现在是离最好的那个前辈的位置有多远 离最好的能力你还差多少 可是在一个新的未知的领域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个蓝海产业里面 这个时候能力强的分数其实可能是不清楚的 或者是他还在开发中 事实上人的进步有时候还真的要凭一股对于未知的碰撞 这个时候对大家来说机会就来了 你要是越早抓住这个风口 你就越有机会在这个群体之中 让自身的能力是偏佑的 比如现在AI的应用还在发展当中 你有没有机会先去拉高自己的分数呢 如果你觉得某个领域你可以发挥 但是这里的发展还蛮初级的 大家在能力评分上都还不成熟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先行卡位 而得到先行者的红利呢 年轻人如果刚入社会 如果觉得自己总是在底层 也许可以想想 你的经历是否策略性的用在哪一方面 会让你未来有更往向右的这个机会呢 而且拿的能力的分数可以更好 也可以想想现在待的公司是否能够让你达到能力加分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如果现有的工作框架太难翻身 那你就可以用这部影片来思考 再加上我曾经拍过的这部影片 搭配一下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我相信可以让自己的事业更进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了解自己不如市场聪明 反而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因为你把努力重心从投资转到个人的主动收入 配上一些重要的思维跟持续行动 长期就会成长 就会向上 所以总结以上 针对你不如市场聪明这句话 我在这部影片做了说明 分别用了第一个 自信程度的科学研究 这里先介绍了Dunning-Kruger的Effect 并且用一张图说明了 人的真实能力和自评能力之间是有差距的 而这个差别和人的真实能力有关 真实能力如果越差的 这个差别就更大 更是一个井底之蛙 第二个 从前面的研究正呼应出投资世界的现实 大部分人的投资功力 其实比他自评的能力还要差呀 只有一些天选之人是真的强 而一般人如你我 要如何透过投资来累积财富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透过美股ETF做指数化投资 就可以轻易成为前段班了 如果你想要一次性了解这部分要如何操作 可以参考影片说明栏的免费课程 最后我谈了第三个 事业上的启示 我们可以用这个研究来思考 自己在事业上和工作上 离高手的位置有多远 是什么样的领域还有机会呢 如果能够把握住 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的右上角 就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收入 我相信在事业上的成就 还要有更多的尝试跟知识 甚至要有运气的成分在 但是我真的建议 这一类花大量时间跟精力的努力 就别用在投资上了 因为有极大的可能会徒劳无功 花在个人的职业上 得到的体验 学来的教训 还有成功率我认为更大 人的进步也是因为对未知的探索 这个就是一种习惯 那过去的我啊 就被父母讲说 你是台大工学院的 比较理性 那未来研究投资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时候的我就自以为非常有道理啊 哪知道竟然是十年下来 我根本就是被市场打败 这个就是迷之自信造就的结果 而且一开始可以投的钱不多啊 你也不会因为失败而感到非常的痛 长期下来不自觉的就一直陷在里面 可是如果细看自己的成绩 然后用我这部影片所讲的 以长期年化报酬来看的话 就会知道这个成绩真的很烂啊 而且再想想 长期年化报酬如果低 再搭配上了本金 从出入社会的几万块 到后来存的几百万 那种产生的报酬和亏损差别就非常大了 这个时候再惊觉 哎呀我过去以那么一点点本金 就想要锻炼投资能力的想法 这不就是一种无知吗 我希望看到这部影片的朋友 可以有这样的认知 这样子对你的帮助绝对非常非常的大 千万不要被一时上涨带来的快感 而让你现在投机的热潮 因为后来的亏损一定会很痛苦 这个时代明明已经有非常好的投资工具来帮你 也比我当时更友善更便宜 当然要赶快用起来啊 早早解脱投资势力 再后悔的投资人生循环 真的不值得 好最后我想问你 是否同意这部影片所讲的 Dunning Kruger Effect 紧挖现象的观点呢 如果同意请留言A 不同意请留言B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想要聊什么话题呢 也请让我知道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请记得按赞留言或分享 这样子会让YouTube了解 要推送相关的讯息给你 同时也可以让这部影片 推送给更多的统号金额 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那如果你对于投资理财 资产配置让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 我是小范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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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